這是我們好想工作室的禁聞 大家好 我是好想工作室的禁聞 然後我要提一個案是全民提報文化資產 那為什麼要用全民呢 因為過往 欸等一下 對不起 提案原由是因為我曾經當過文化資產保存志工 然後我現在目前是在好想工作室跟大家共學 然後文化資產很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他還沒有接受政府的一個認定 然後可以保存起來 之前他可能就被燒掉了 或者是他可能就被開發給了結掉了 所以就會希望透過一個可以全民提報的狀況 然後他是一個可以共同編輯說 就我們的歷史記憶有哪些 然後我們這塊地方有哪些文化資產 他還沒有登入 或者是他是登錄的狀況 他都可以透過全民共筆的狀況去 的方式去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會希望他是可以有Google Map的方式 可以去編輯 對 那預定的使用者是會希望 關心文化資產保存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編輯這個平台 對 那預定的功能是希望會有Google Map 然後包括定位或者是雷達去搜尋我附近有哪些文化資產 然後他也希望他會有一個會員系統 那只要登入的會員他就可以慢慢去編輯我們這個 這一塊街區的歷史記憶這樣 對 那目前的狀態還在構想中 對 那我是拋磚人 那會希望有介面設計或者是UX體驗的規劃人 然後也會希望可以先以台南這個地方做為一個歷史街區的資料收集 然後做這個平台就先以台南地方為主 然後還需要技術就是後端資料 那後端資料需要可能串會員系統 然後還要共同編輯資料庫 就是他可以編輯我也可以編輯我也可以修改掉別人的編輯這樣 他是可以一個全民編輯的狀況 然後前端的話就可能除了介面的code要會寫之外 可能也要串Google Map的API這樣 對 那成果展示就會希望以目前 就以台南的街區的原型來做展示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們聯絡 謝謝